牛奶到底能不能喝 因为商业周刊上周公布了一份检验数据 指市售的鲜奶还有各式各样的抗生素 抗忧郁药物甚至是避孕药 让很多的父母不敢再给孩子喝牛奶 食药署国家实验室立刻就展开了检验 使用异象层膝串联直谱仪 针对了上周点名之一的鲜奶全面检验 结果通通未检出 甚至农委会还增加抽验了15项的乳制品 也全部都符合规范 民众把牛奶视为营养来源之一 民众也掏钱让小朋友喝牛奶 但上周上礼拜的骇人牛奶报道 让人民害怕到底能不能喝 影响更随时间扩大 停工鲜奶 这个多少 如果这个是 这个 真的我们看到这个 真的我们让我们心里 真的是相当的 是相当的痛苦 为了止血 农委会公布检验报告 上周抽验的八项鲜奶 经国家检验室分析后 包含抗忧郁剂和止痛剂都未检出 塑化剂也符合标准规范 还额外加抽市售15件乳制品 总计23项牛奶制品 统统过关 卫福部食药署也使用当年检验三具青胺塑化剂一战成名的异象层西串联直谱仪 86项动物用药 统统未检出 国家检验方法跟机构里头测出来的结果 但是呢 对于陈老师的研究 努力的研究的成果 我们也会去跟他做研伤 检验结果和上周不一样 卫福部也在下通牒 要求上周27号下午5点前完成补证检验资料 否则将依行政执法